杜美竹和吴亦凡这两个月来丝的轰轰烈烈 双方都是不捶死对方不罢休的姿态 今天官方亲自下场公布了这件事的初步调查结果 结果不负众望吴亦凡刚说完 我要进来了结果就真的进去了 我说最近吴亦凡怎么没有公关 原来是进了公安机关 这次真的是被捶死简直大快人心 法律面前没有顶流 言出必行吴亦凡这波打脸来得快不快 堪称史上最精准狠的打脸了 或许吴亦凡应该改名为预言帝 诅咒自己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吴亦凡真是个狠人 对自己下手也毫不留情 难不成是撒谎成习惯 连自己也骗了 当初发布的时候有多理直气壮 如今这脸打得有多响 如今看来真是字字句句都打脸 这次警方公布的信息很长 信息量有点大 咱们简单的归纳总结一下 笔记准备好 官方通报确定了以下几点 首先经纪人确实找借口 约了都美竹去吴亦凡家 两人见面当天就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说那天是12月5日 都美竹已经年满18成年了 不知道吴亦凡有没有替自己擦一把冷汗 要是这妹子晚几天出生 他这波就不用等待后续调查 直接就凉了 当然其他受害人的年龄问题 目前还不清楚 其次都美竹确实是为了提高知名度 开始在网上搞事情 结果不负众望重锤一出 就吸引了各界目光 把这件事炒得火热 然后一个网络携手和都美竹联系上了 用一系列发言对吴亦凡进行了精准打击 成功将吴谦之名炒作到人尽皆知 再次这确实有个骗子 冒充受害者在都美竹和吴亦凡中间两头骗 可惜他怎么也没想到 吴亦凡母亲直接转账给了都美竹 导致这个骗子还得再冒充吴亦凡工作人员一波 才刚骗了18万就出师为杰森先死 成功把自己送进去了 外部的都美竹收到50万时 感觉很意外原来他和吴亦凡中间 还隔着一个脑洞很大的骗子 最后警方也表示吴亦凡是否又兼未成年妹子 这是有待后续调查 看完整个世界不得不说 现实编剧的脑洞更大 以前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现在看来艺术已经拍马也追不上生活了 起码追不上吴谦的骚操作 虽然重点问题还在调查中 但吴亦凡基本上是凉凉了 可以端好他的大碗劳饭 在里面好好享受不用感通稿的日子了 这个通报一出小伙伴们起大普奔 还有网友表示需要给监狱长温馨提示 并且吴亦凡是个随身携带牙签的男人小心越狱 对此小编表示毫不担心 毕竟吴亦凡也是由加拿大电蛮支撑的男人 大概率的碰到铁栏杆 整个监狱都凉了 如今结论溢出在这个阶段 都美竹赢得彻底 他大概是早就知道了这个结局 所以才会有29号那段轻松愉快的发文 不得不说吴亦凡之前几次在翻车的边缘上疯狂试探 然而不管是情牛正威还是小Gina 最后都没动摇他分毫 吴亦凡这体质也是够清奇的 然而一物详一物 常在河边走的吴亦凡 最后还是在都美竹手里栽了个彻底 喜提铁手镯一副 小编只想再说一句 监狱有点大 吴亦凡你可千万 请不吴亦准备